走啊 走 早上一早过来看一眼牛啊 现在我们的牛一天到晚都在外面 把皮皮带过来玩来了 煮了一下 少了四头牛 还四头牛不拿去了 去找找 估计翻过对面那个山 跑对面去了 不 你看啥了 这皮皮的叫声还是挺好听的 嗡嗡的 够严满还是叫声 一边 你叫啥 好吃的 茶耳朵 小肉尽量吃 这种红色的不好吃 会苦 少了三头公牛 一头母牛 不知道是三头公牛把母牛拐跑了 还是母牛把三头公牛拐跑了 就找一下 带点狗进山 胆子大一点 带路皮皮 往前面走 你得保护我 走 这牛跑这边来了 螃蟹也过来了 过来皮皮 小心车 过来 咬它 你爬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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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爬回去 你看我们 爬一盖最亮的仔 嗯 爬一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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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它 爬它 出门忘了带牵引绳 毛上车多 捡了一个绳子绑一下 回去 走 它四头牛没关系 咱这一会回去 我们买的鱼花到了 先回去把鱼花放到鱼塘去 这到网上买了十万尾那个鱼花来了 十万条 有炒鱼 大头鱼 白蝶 我估计就会被鸟吃掉 你那么多 发了四百来块钱 哈哈 我们有这个小一堂 做一下实验 看我们今年 能不能养成 啊 如果养成了 我们明年 就不用买鱼鱼了 第一次养鱼花哈 慢慢学 我的个妈呀 这鱼呢 死掉了 不是 死到没死 我看上去水 你知道吗 看不清啊 这有十万条吗 有 你数一下 这个就有十万条 你数一下 这个 这个 活的死的 我 我都说了 这个 这个死的你都不知道 你看这个袋子上面 全然粘的是 哪里啊 死的 可以 还活的 看到没有 在动 肯定是活的 你看这个都是 看到没有 哎 这个已能养的尘吗 试一下吧 我们 一人数一下 这有没有十万条 谁知道 是吧 这个十万条 我估计 这个老板是怎么数的 他说十万条 十万条是四百 四百二十万条 他怎么数的呢 试一下 然后 你吃什么 吃豆渣 吃个鬼啊 这个鱼吃的豆渣 下 会 对不起 我刚才说了 可以 那我只能看得清 那么多鱼啊 这么多鱼 你又 你又花了几百钱买教训 试一下嘛 什么钱是知道 是吧 四百块钱 养活了一千条 然后就啥子 啥子来了 十万条鱼 我不要它全活 是吧 活个三万条就可以了 哈哈哈 这个就是鱼 冷活 刚用显微镜看了 被你这么大力气砸都砸死了 你在干嘛 考虑人生吗 我看看这 我在点着有没有十万条 这个 你知道 你知道怎么数的吗 知道怎么数的 怎么数 眼力 眼力稍微不好的人都看不清里面有鱼 今年试一下嘛 看看 能不能养大 是吧 如果能养大的话 以后我们的鱼苗就不用抽了 自己养 你去买的话也太贵了 刚才这小鱼汤嘛 你去养鱼的话 你养不了多少鱼 两个几万条小鱼苗还是可以的 嗯 好了 下午我就给他们带粮食过来 我去问老板这鱼吃啥 现在不能吃东西 嗯 喝水上的 把垃圾带过来